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今后我们不用再担心犯罪死角或突发性灾难了 只是因为利用IT融合的新城市管理系统U-City系统 正在积极改善城市的治安和福利 记者李阿兰报道 这是由安良视听运营的优整核状况式 通过监测器随时确认火灾信息和下雨天河流的泛滥及水位 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外 不仅能够随时确定地区交通状况 还能查看犯罪偶发地区 进一步提升了犯罪的预防效果 反正成为未来融合新增长动力的U-City整合管理系统 将政府的业务数据收集在一处进行综合性处理 加强了民生治安管控并大大改善了社会福利 尤其与只重视建设的现有城市管理有所不同 U-City需要将无线感应 录像等IT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融合 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也备受瞩目 U-City系统是一种能够主动与市民进行沟通的系统 为了构建更加完整的U-City系统 顺利筹措资金 防止侵犯隐私问题等 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